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面是又一张手牵手的照片 背面还是熟悉的产品参数 拆开保护贴纸 打开盒盖 漆黑超长的18比9全面屏映入眼帘 机身四周反射着铜色的光芒 似乎HMD Global很喜欢铜色 从去年的铜色打底 逐渐变为现在的铜色细节 让人更容易接受 卡针和诺加6 2018一样是不带诺加logo的新版 包装里还装了USB-C数据线和诺加8相同的3.5毫米立体声耳机 还有18瓦快速充电器 艾斯基模人表示7plus的基模非常紧 抠标贴的时候生怕抠坏了高贵的陶瓷质感的涂层 自诺加智能机回归以来 诺加先后推出了一体化金属机身的诺加568 金属中矿 聚碳酸纸后盖的诺加23 金属中矿 曲面玻璃的诺加7 今年又进一步在千元集成诺加6 2018上应用了双色阳激氧化的一体化金属机身 这款诺加7plus业界首创6涂层加钻石切割加双色阳激氧化的标杆工艺 在做完6层涂层后再做钻石切割和双色阳激氧化 HMD Global表示这会提高涂层与金属壳的贴合力 但大大降低了诺加7plus的良品率 在后续工艺工程中 只要温度湿度等因素一点没控制好 就会导致6个涂层起泡开裂变形 于是导致诺加7plus的工艺不仅复杂精细还非常耗时 需17个小时26道涂层工艺 极大增加了诺加7plus的外壳成本 由于采用6寸18b9 IPS LCD全面屏 诺加7plus的机身非常修长 指纹传感器的位置更靠上了 实质使用时比诺加6 2018靠下的指纹舒适很多 诺加7plus录入指纹所需的次数大大减少 第一次开机时很快就完成了采集 虽然叫诺加7plus 但我觉得它的全金属机身 同色亮边更像是诺加6 2018 去年12月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 我就以为它是诺加6的第二代 诺加7plus的屏幕宽度等于5.5寸的诺加6 2018 机身宽度还略窄一些 机身长度长了一厘米 主体和镜头处的厚度分别是7.99毫米 9.55毫米 对比诺加6 2018分别是8.15 8.65毫米 显然诺加7plus使用了大感光眼镜和长焦双摄 拍照会强于之前一年内诺加推出的全部安卓智能手机 先涂层再切割氧化着色的高难度工艺的优势 主要是涂层和金属壳的贴合会更紧密 使涂层稳定性寿命更强 同时先喷涂再切割氧化着色更容易做出平整的分界线 环看机身四周比较明显的缺陷也就是卡槽下沉比较明显 没有做到严丝合缝 希望后续批次产品对此做出改进 机身背面的诺加logo终于不再是之前那些手机容易掉logo的镂空粘贴的形式 改为了Lumia手机上常用的丝印工艺好评 后置双菜丝镜头 广角镜头采用1200像素1比2.56英寸 支持双核对焦的传感器 F1.75光圈 长焦镜头采用了1300万像素1比3.42英寸传感器 F2.6的光圈 遗憾的是都不支持光学防抖 但是实事求是的说 我实在没有摸出官方所说的涂层的陶瓷触感 感觉和之前用的很多类肤质聚酸酸酯外壳的手感非常相似 我轮番摸了摸躺在我抽屉里的之前用过的诺加手机 发现这四款手机的触感很像诺加7 Plus 首先是2014年的旗舰Lumia 930 它比诺加7 Plus的后盖稍微光滑一些阻尼感比较低 诺加XL4G阻尼感稍微高一些 诺加N958GB阻尼感更高了一些 最后我发现诺加N93的后盖 不管是颜色还是手感都非常像 连不容易擦掉的油渍的反光都几乎一样 看侧面 诺加7 Plus的铜色亮边和N93翻盖上的银色金属装饰条也撞车了 不知道当年N93、N93i的设计师Sunjiro Eguchi 能否回到HMD去设计未来的手机 这里我期待一下 总而言之我感觉诺加7 Plus外壳上应用良率这么低的新工艺有些不值 性能方面 诺加7 Plus终于用上了流行于国内OPPO Vivo热门接机的高通骁龙660移动平台 和诺加6 2018采用的骁龙630一样都是14nm制程工艺 CPU比上一代骁龙652省电20% 强劲的Adreno 512 GPU满足日常游戏的需求 存储方面 诺加7 Plus使用了4GB或6GB的LPDDR4X内存 64GB的EMMC5.1闪存 这部评测机是6GB内存的版本 我用安兔兔7 Geekbench 4.2 安卓Bench工具 对诺加7 Plus进行跑分测试 结果是安兔兔138000多分 Geekbench单核1621分 多核5828分 安卓Bench跑分符合EMMC5.1的主流水平 诺加7 Plus使用3800mAh的大电池仅次于诺加2 内置手机管家轻松管理应用自启动和关联启动权限 再和诺加6 2018国行版一样支持桌面浮一屏 全局手势操作 单手模式 智能卡片短信 吸屏快捷支付等功能基础上 未来还将通过系统更新增加面部解锁功能 最后说诺加7 Plus重头戏拍照 首先诺加7 Plus终于支持了诺粉期盼已久的专业拍摄模式 向左侧拨动快门键熟悉的五个环形仪表盘依次转出 连参数的顺序都没有改变 作为诺粉我真是感动得快哭了出来 虽然这个首个版本的专业拍摄只作用于主摄像头 有一些卡顿还有一些bug 比如不能实时提示当前参数下曝光的强度 手动对焦按下快门时突然变模糊等等 但未来有巨大的改进潜力 诺粉们可以继续期待 在诺基巴帮忙反馈时软件快速改善 第二个大功能是双摄变焦 在非专业模式下长按变焦条向上拖动 就可以实现一倍到十倍的变焦了 本视频我放出三组样张 各位先自行评价 后续我将做更详细的拍照对比评测 第一组诺基亚7 Plus广角端长焦端与Lumia 950 XL全像素对比 第二组光线充足场景 诺基亚8 7 Plus Lumia 950 XL自动模式对比 第三组暗光下诺基亚8 7 Plus Lumia 950 XL自动模式对比 欢迎在弹幕评论贴吧帖子里说出你对诺基亚7 Plus拍照的看法 以上就是我的诺基亚7 Plus的开箱上有视频 多谢观看 欢迎关注加入诺基8 拜拜